白内障可能不需要再动手术了 只要点一种新型的眼药水就能治疗 走在路上视线模模糊糊 看板上的字也看不清楚 更不用说是笔记本上的阅历 这就是白内障患者眼中的景象 以往都要做侵入性手术 现在国外研究发现 用点眼药的方式也可以治疗 羊毛这个子固醇 它是在我们产生这个胆固醇 还有这个肋固醇的中间的一个中间物 那肋固醇它会让我们这个白内障会变得比较厉害 所以你大量给予这个 它就会阻挡它继续往下延伸 只要你这个剂量很高的时候 肋固醇跟胆固醇产生就会变少 那这个时候它就有点压抑它发炎的效果 关键就在于眼球中的羊毛脂醇 随着年龄增长 眼球水晶体中的蛋白质容易堆积 羊毛脂醇又不足就会造成白内障 而羊毛脂醇能够分解水晶体中的蛋白质堆积 因此国外大学就把羊毛脂醇作为眼药水的成分 在动物试验中成功证